我很好奇你又是喜欢鱼头用来做甜食还是用来做菜呢 煮好的鱼头剥去外皮切成小块 用生抽、蚝油调味 淀粉附着挂浆 卤捏到完全吸收之后喷上一点油守住水分 炒的时间不用太久 稍微变色了就行 这道菜会有一点点辣 不喜欢吃辣的可以少加点辣椒 不需要过多调味 芋头本身的味道就很好 翻炒均匀之后倒入清水 冻煮10分钟 让芋头中的淀粉融入汤汁 涂上牛肉 再次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经过蒸煮的芋头特别的松软 放进嘴里一抿就化开了 这个汤汁用来办法真的超绝 黏黏糊糊的米饭有谁会不爱啊 搭配上嫩滑又嚼劲的牛肉 快 做比辣椰吃吧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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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